2015年3月12号 加拿大昆蓬国际金融公司在钓鱼台国宴举行盛大新春晚宴 众多来自政商界嘉宾及公司员工出席喜迎杨年 本次晚宴的嘉宾包括安省公民移民及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 中国驻多伦多商务参赞于建伟 乔务领事钟鸿诺 万锦市副市长许正杰 多伦多市议员詹家里 万锦市市议员何胡景和赵善江 列治文山市议员陈志辉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魏诚意等政商界人士 昆蓬国际金融公司总裁孙小明首先上台致辞 虽然已是外向攻击 借此新春来临之际 向特别兴趣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首先感谢各位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一如既往的对昆蓬金融的支持 正式认为有了你们风雨坚强的守候 昆蓬才取得了今天令人欣喜的成绩 今天已经是中月二十三了 在这里我仅代表昆蓬的全体成员 向大家办一个晚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何家欢乐 万事如意 2014年是机遇与挑战并成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 在银行 地产公司和建商的支持下 昆蓬又一次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尤其是在商业贷款 建筑贷款和土地开发贷款方面 有了大多的提高 今年的昆蓬 有种密切而紧密的合作伙伴 睿智而精良的工作团队 广阔而美好的发展情景 今年是阳岭 在十二十交中 是象征财富与美好的属下 三阳勘态 宋吉祥 称满乾坤 武满门 新的一年 新的起点 新的契机 新的挑战 我们世世代光 亨童展述 龙童万里 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谢谢大家 随后 陈国志等来自政商界人士纷纷上台 表达了对昆蓬国际金融发展的肯定 寄以美好祝福 我们来到军盘国际金融的企业 过去几年做得很好 当然现在是阳年 每年都做了一个自己公司的会庆 然后过年庆祝一下 最重要的是他军盘老总 孙女士 她做事真是长袖羡慕 做得很出色 在这几年 公司发展得很大 变成顾客很多 还有她帮她做工的员工 经纪 都相当的踊跃的 看看她现在今年的慶祝都很大 当然供了她 希望她就是年年都有增长 年年都进步 为我们这个华社方面 华人的企业增光 多谢孙女士她多年的努力 令到我们安省很多就业的机会 令安省的经济都发明起来 多谢他们 昨天我非常高兴 接受邀请 来参加昆蓬国际金融公司的研究信念 其实我每年都觉得来参加这个活动 都没有感触 也非常兴奋 例如第一方面 可以认识很多社会里的好朋友 和很多救活动来需一救 同时每年我们都能看到孙总 顺庄出行 时机而上 攀排机而上 这种感觉 确实能感觉到强大的气场 和强大的激情 其实这种激情和气场 带动了她的员工 带动了团团队 创作了一年一年的加急 也带动了社区 华人社区的不断的整合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创展 我们总领馆 这个像昆彭国务公司 这个带住昆彭国务公司 在洋言里边 生意 兴隆 还原短信 同时呢 也借过成长的愈化 祝孙总 孙小明本人 明年 今年 会共 明天会共 谢谢大家 我认识孙小明总裁 已经十多年了 他的业务呢 我看见他 真正日上 他对社区 十多年来 有贡献很大 他也是一个社会的活动家 我祝他万事如意 养年养养养养养 今天很高兴参加昆彭金融举行的这个新春晚宴 我认识昆彭的总裁孙小明也是多年了 我知道他是个非常有能力的 很能干的一个女强人 同时呢 他本身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奉献给社区 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性的事业 所以在新的102015我希望这个昆彭金融就越办越好 孙小明的自己呢也能够事业上的更上一层楼 在这里呢 我就代表我们公司 所以我也做了一个女生准备 祝贺我们的参丑的活动 并且明年大 同时呢 呃 希望 多会有我们那个 多得多 花点生意见 多支持 啊 晚宴期间 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和幸运抽奖活动 气氛十分热烈 小兵 小兵 在那这儿呢 很投赛 年轻人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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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